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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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新年快乐 我是Satoly 每年过年期间最麻烦的事情 就是一个星期都不能丢垃圾 为了减少厨余 我们这几天会比较常吃外食 顺便感受一下外面的新年气息 1号出口出来之后 走1分钟就会到了 他真的看起来好像在卖酒了 我们吃这个B套餐 2400元 有面包 沙拉 前菜 意大利面跟甜点跟饮料 黑麦面包还不错吃 黑麦面包还不错吃 甜菜很有诚意耶 鸡 鱼 牛 猪一次满足 它短面长得好可爱喔 它有点像毛毛虫 它有点像弹簧欸 真的好好吃喔 它这个肉酱味道超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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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点是提拉米酥 它的红茶是呢 阿萨姆欸 它不是阿里夫的耶 它是阿萨姆 副餐红茶通常都是格雷 喝到阿萨姆觉得好惊喜 附近有一个自然教育员 走过去看看好了 竟然从今天开始放年假修人 以后有机会再来吧 在车站附近看到一间 前几个月新开的面包店 店名的意思是小婴儿的脸颊 听说口感会像小婴儿的脸颊一样 又软又Q 听起来也太好吃了吧 除了法棍我觉得还好以外 其他都很好吃 而且价位意外的还蛮亲民的耶 下次再来暮黑绝对还要回购 车站里面刚好有在卖美农烧 每次看到餐具我都会忍不住想逛 就算没有要买 看到漂亮的碗盘还是会觉得心情很好 趁年末来购物商场逛逛 现在应该会有一些折扣了吧 来吃今年第一次的牛蛇 印象中烈酒好像还蛮好吃的 看着都饿了 那我们点一个这个 普通的牛蛇定食 3枚6切 含税2,409元 以后的点这个2枚4切就好了 2,387元 点一个这个有包牛蛇的饺子 它冰块是一个就是一个直立的 所以完全下不去 直接卡在这里 早知道刚刚就叫它去冰了 它冰块也太多了吧 我的这个是后切 四片后切 这是它的小菜 跟它有一个甜点 一个抹茶的团子 好大喔 它是不是帮我装到普通的量 那有啦 它饭有帮我装比较少 这个是普通的 这个是比较少的 这个是极厚的 然后这个是普通的 那这个厚度 还是看得出来有差别 极厚的有点不太好咬 普通比较好吃 下次再来吃的话 点普通就好 极厚实在不太好咬 普通比较软 定食附的这个大福啊 它是用北海道产的红豆跟 藏王高原牛奶 还蛮好吃的 而且这个六个要1200 所以其实它一个要200 就好败 为了避免新年期间人太多 很多店都已经开始在卖福袋了 大家都大包小包了 F10&T今年的福袋是加湿器跟毛巾 旁边都是盘子 一袋都是5500 我们来买一个福袋 怎么办 要选哪一袋 店员说东西都不一样 很难抉择 你帮我选一袋 最蓬的那一袋吗 叫这一袋吗 最蓬的 这一袋超蓬的 好 就这一袋 我买了这一个 这年轮蛋糕中间是鱼 谢谢 今天是2022年的最后一天 时间过得好快喔 一年一下子就要过去了 我现在在川崎的原住级商店街 布莱梅乐队 因为这里跟德国 布莱梅的某条商店街 是姐妹街 所以取名叫做布莱梅通 街上随处都能看到 布莱梅乐队的装饰 你看那个上面也是耶 你看那边 商店街地图 也有这四只动物 刮空的街道好有设计感喔 看起来有蛮多连锁店的 不过今天很多店都没开 随便走都能看到 可爱的布莱梅乐队装饰 上面怎么有个手套 都是手套 这是人家放的吧 隔壁的铁卷门画得好可爱喔 隔壁的铁卷门画得好可爱喔 日本人习惯在跨年夜吃蕎麦面 所以街上有好多在卖蕎麦面的摊位 竟然连宠物店又有福袋耶 而且连猫咪也要长活耶 而且连猫咪也要长活耶 这个好可爱喔 而且这个盒子啊 也是兔子的耶 每次看到这间的动物甜甜圈 我都好想吃吃看 但是没有一次自己能买 中午想吃这间洋食店 怎么好像暗暗的 竟然从今天开始休息 太不巧了吧 还好对面这间餐厅有开 还好对面这间餐厅有开 有我最喜欢的生面条也 改吃这间吧 超多面可以选 也可以加set 想到上次去山中湖吃了熔岩烧 超好吃的 加了550元的set 饮料选了乌龙茶 它这个杯子啊 上面这个 这是一个眼睛耶 你看 它这是一个眼睛耶 很像那个什么千年积木上面 套餐的沙拉 份量超多的耶 超大一盘 超大一盘 这个是里面有肉的熟 它里面感觉料好像很多 好像还有番茄 肉的中央是赤的 在下的浴缸上烤一下 上的绿色的 这个是咖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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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本身还蛮好吃的 可惜酱汁咸了一点 因为要两个人一起吃 所以加200元升级成1.5倍的量 我真的很喜欢生面条QQ有嚼劲的口感 我真的很喜欢生面条QQ有嚼劲的口感 但是酱料的味道同样重了一点 甜点是百香果丼 处站另一面也是商店街 走过去看看 刚刚那一条是布莱梅乐队 这边这一条是绿野仙宗 这条奥兹通是用绿野仙宗的奥兹果来命名的 跟布莱梅通一样有很可爱的图样 走了一圈发现这条商店街 几乎都是居酒屋类型的店 不过今天同样有很多店没有开 本来想说买蕎麦面来应景一下 但想想还是不要制造太多垃圾好了 准备要跟2022年说再见了 今年我可能还是会在睡梦中跨年吧 新年快乐 我昨天果然看红白看一看就睡着了 今天到百货公司看看有没有新春特卖 想再买几件保暖的衣物 所以它是在排某一间店的福袋吧 全部都是酱类的 负责商店的福袋是 豆果子跟一些果干 还有杏仁跟小鱼干 马上有占利品了 两件寒睡5555日元再打八折 超划算的 本来今天不想再吃面了 但其他店排太多人 所以还是来吃这间之前吃过的义士餐厅 上次吃觉得很好吃 他这餐都有附一个前菜 看一下要吃什么 恶魔的意大利面 这个是会辣的 这个我不能吃 这个布丁超好吃的 可惜他今天已经卖完了 这里竟然也有陷阱的蒙布朗 最近真的很流行这一种 前菜拼盘有沙拉生火腿跟番茄汤 这个黄色的酱还蛮好吃的 老实说跟昨天的那间比起来 这间还是更合我的胃口 调味跟生面条的口感我都很喜欢 它里面有很多块的肉 我以为都是打成肉酱 但我觉得还蛮多 它直接附一整罐的冰红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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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不用碰红料 就有红茶可以喝 我去年买了这里 美中开札的国王派 很好吃 今年就不买了 去年买过了 有很多人 还没有鬼 有些人 眼里的蕎麦粉 有些人 都已经跨完年了 才想到要吃蕎麦面应景 店里的蕎麦粉 都是在这里陷磨的耶 每次经过这间店都排好多人 今天一開店就來卡位 一下子就進來了 它這裡就是一個丼飯 再配一個soba 我吃這個好了 這個 鍋燒烏龍麵 這個期間限定的 看起來好好吃喔 咦它還有鰻魚耶 這個鍋是熱衣蜜以外 請留下... 外面就追上 放在净 那這個是... 這是QAMABOKO嗎? 它有2塊好厚 這好好吃喔 鮮味好重 麵條的口感好棒 好吃耶 看農哥一下子就把整碗飯吃完 就知道有多好吃 草麥麵的口感也不錯 而且還蠻香的 在樓下發現很有趣的快閃電 衣服上面的圖樣都還蠻特別的 聽說全部有一百多塊耶 竟然有福袋可以買 裡面有兩件上衣 只要1540日元 這哪一個也可以是也可以是可以是 其實有點擔心耶 萬一是很奇怪的圖案怎麼辦 像這個看起來就好奇怪喔 這個是不能撕掉的 這個可送的就還蠻可愛的 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好緊張喔 好來開我們剛剛買的 有兩件上衣的福袋 有點害怕 因為它有一些花樣 看起來好奇怪喔 希望這個不要是太奇怪的花樣 白色的跟藍色的 先看藍色的 這是水草嗎 他寫什麼 他寫什麼 Kombu 喔Kombu 這是昆布 昆布衣 第二件 這是水豚耶 好多水豚 這件不錯 這樣子兩件 1500多喔 滿便宜的耶 有兩件 而且他感覺材質還不錯 還滿厚實的 剛好我們兩個可以一人穿一件耶 我穿水豚的 然後你穿昆布的 我要來開袋了 喔看起來 看起來都是咖啡色色系的 還有幾件粉紅色的 先來看這個好了 這個應該是外套吧 這才最大件的 這真的是外套耶 咖啡色的短板外套 我沒有穿過這種類型的外套 他看起來還滿保暖的 裡面整個都是毛毛的 摸起來很軟 摸起來很軟 再拿第二件 不知道是上衣還是 總覺得有點像洋裝 這件應該是洋裝 很緊身的那種 先看一下這件多少錢 含碎7700 是一件很長的洋裝 來看第三件 這件應該是裙子 他的這個好閃亮的顏色 這件也是7700元 這材質感覺還滿特殊的 他這一件 算是綠色嗎還是灰色 我有點看不懂他的顏色 的長裙 第四件 這個我不行 這太短了我沒辦法穿 原價也是7700元 他是短褲啦 皮革的短褲 第五件 看這一個 紅色的 10450元 他是一件 小外套 摸起來也還滿舒服的 軟軟的 接下來第六件 5500元 一個 我不知道怎麼用的東西 第七件 這是一件短裙 7700元 這個太短了 這個我應該也沒辦法穿 看最後一個 夏天的拖鞋 上面還有一個珍珠 這拖鞋9900元 一雙拖鞋 他全部有八個東西 覺得還可以啦 至少有 大概三四件我可以穿的 一半一半吧 再次見一遍 接著 李宗盛 感谢观看